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欧洲的理事会主席 他是米歇尔 12月1号连他也要去北京访问 而且是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 那么呢 他的目标是说 再重新定义欧盟与北京的关系 这也根据南华早报报道说 标志着欧盟处理与北京关系的方式 发生变化 那么当然外媒有很多呢 也都在相关的报道 金融时报其实率先也披露了这个消息 还特别强调就是在12月1号 不过呢 米歇尔别忘了 他之前曾经讲过什么 他说其实对于中国不想要太过于依赖 但是呢 又很需要 需要 然后呢 又说未来也需要更多的创新技术 所以中国很重要咯 那他就说 为什么重新平衡关系是这么样的重要呢 所以嘛 与中国当局接触是很重要的 就是因为很重要 然后呢 也看到了 现在这个世界在改变了 所以就连米歇尔 欧盟的理事会主席 连他都要去北京 老师 我觉得他们一个一个在改变 例如说从德国的总理 法国的总统 还有就是欧盟的外交部部长 那个反华的 就是这一位 这一位吗 他是反华的极先锋 你说这位Borel 他对于中国大陆是极端的不友善 他真的 可是他现在讲的话怎么不是呢 这是欧洲人啊 这个就是西方人 西方人是我可以在前一分钟的时候 我把你说你是我的最威胁 然后最狠 我最厌恶你的敌人 你是极端的狡诈 然后下一分钟以后就说我们还是可以做朋友 好那我等一下谈他 那你怎么看米歇尔 米歇尔他们是显示出欧洲人极端愚蠢之后的恢复理性 逐步的恢复理性 为什么 欧洲人本来就不想在欧洲打仗 因为他们知道这一仗一打对他们不利 欧洲人原本就认为欧洲人 欧洲的事情欧洲人处理 欧洲人解决 马克宏都说北约已经脑死 所以北约应该结束他在欧洲的存在 欧洲人自己要组建自己的安全部队 由欧洲人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所以当时的德国跟法国合作 成立那个诺曼蒂模式 那成立诺曼蒂模式的目的就是 要透过四方会谈解决俄国跟乌克兰的问题 有成效 明斯克协议都签了 结果美国英国去挑拨乌克兰 说我对你的承诺坚坐盘石 你去弄俄罗 俄罗斯 你可以交出北约 这件事机就干了 做了以后 强身把欧洲人的底都泄露出来了 因为当开始开打的时候 法国的总统是认为不会打 不应该打 德国是认为 俄国 乌克兰就赶快输掉了 反正他们希望赶快搞定 然后输掉 结果呢他们很明显的发现 美国跟英国他们要 战争一直打下去 接着呢 美国跟英国透过G7 再加上透过NATO 逼的欧洲的国家 完全要追随他们 不追随就修理 就制裁 就惩罚 不追随的欧洲的国家 所以这个欧洲的国家 全部都追随美国 追随美国的结果是 物价上涨 油价上涨 美国短短六个月 油商赚了欧洲人 2000亿美元 欧洲人开始发现 他们自己更惨了 结果更严重的地方 是在于 美国又说我通货膨胀了 所以我要反通膨法案 开出7000多亿美元的补贴企业 要把欧洲的企业 目前经营不下去的 很惨但是体质 很好的欧洲企业 全部吸到美国来 现在德国跟法国 法国的总统吓到了 马上在爱里谢公 就是他的总统府 爱里谢公 把四十几位法国 最强大的企业的老板 都请来请他们吃饭 说不要走 不要走 留在法国 我们会想办法再帮你 好欧洲人看清楚 被美国人一层一层皮剥 剥到最后整个欧洲 乱的一塌糊涂 欧洲要被美国人掏空了 这个时候他们才恍然大悟说 这些美国去反中简直是愚蠢 现在再做回头 再做回头能够回头多少 我觉得要看美国 压力是多少 因为这些软骨头的欧洲人 坦白说我这也是留欧的 欧洲人以前骨头很硬 我没想到软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一代的欧洲人 简直是很糟糕的一群欧洲人 现在开始软了 开始一个往中国大陆跑 不过我们线上还有很多网友怎么说 为什么不是冯德莱恩 还以为是冯德莱恩 冯德莱恩没有这个地位 因为欧洲理事会是部长级会议 它是由27个国家的部长组成的 然后这个米歇尔他们本身 他们这个会议的目的 就是在帮他们的国家的元首 就是27个国家的元首 去铺陈他们的高峰会议 做决策用的 所以它是一个决策机构 权力是比较大的比冯德莱恩大很多 冯德莱恩是双重国籍 他到底是德国人还是美国人 要问一下冯德莱恩 我们看到美国是怎么看待中国的呢 一方面又想要跟他进一步的推进 交流合作还有发展经贸等等很多 可是现在依然还是视中国大陆为威胁 而且认为连在太空 中国都是一个威胁 你看美国的太空军 他现在开一个新的区域指挥中心 开在哪 开在夏威夷珍珠港的联合基地 要来掌控全印太的太空军事行动 美国的防长就说 中国是险见的威胁 尤其是在外太空更是如此 真的很紧张 然后你看再来Politico现在也报导 光是华府上空的禁区 就发现好几百架中国制的无人机 就在过去这几个月 然后他们担心是外国间谍 在活动的新手段 看到大疆的无人机 就好像看到什么一样 干嘛要这么害怕呢 连卢比欧都说 任何来自中国的科技产品 都有真正的威胁 风险潜在的漏洞 都可能是被利用的 大老师 我觉得这些人他们恐中症 已经到了一个 非常严重的一个地步了 病得不轻 我觉得他们已经进入了一种 我们把它叫作为朝暮皆兵 朝暮皆兵就是疑神疑鬼 惊恐万分 那现在美国的这些智库 国防部的官员 国会议员 每个人讲到中国的时候 都是惊恐万分 然后害怕他不行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科技能力 确实是一日千里 让美国人简直是吓到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也看到今天的 应该是昨天出来的最新的资料 中国大陆在联合国登记的 有效的专利数 已经超越美国 成为全世界第一个 这个专利数最多的国家 我们强调的是有效 也就是被批准 还继续在缴这个商标费 专利权的费用的 而且呢 一超过就超过30万份左右 我们一般估计 再经过十年不到 中国大陆一个国家的专利数 可能会是G7国家的总和 那意思也就是 中国大陆的科技能力 会超过美国 一定会超过 所以美国的这些人 他们就越来越害怕 他们现在只要用到中国的东西 只要中国生产的矿泉水 他们就会想 你这个矿泉水 可能会有奈米机器人 可能会把我们的 喝进去以后 我们解出来的大便 或是尿尿的话 所有的数据都会立刻传到中国大陆去 那他可能用的任何一支笔 这个笔可能会有奈米机器人 所以当我的手上去的时候呢 我们的所有的生物的指纹 都被他收集 他马上传输到中国大陆去 所以马上建立起 这个整个美国人的数据资料库 都在美国人手中 这个叫做草木皆兵 恐惧万分到这个地步 你想让恐惧到已经脱离知识了 已经变成没知识的一群政客 这个简直是可怕 所以Rubio我们就不用讲他了 大疆无人机的数据 可以传到中国大陆 坦白说那美国 你用美国的手机 还好我不用美国的手机 我们有我的领导一直 说可以用一下美国的手机 那我就一直怀疑美国的手机 会把我的数据传到美国去 那我变成另外一个Rubio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任何这些高科技的产品 确实它隐含了后门 美国的微软 美国的手机 美国的脸书都有后门 那问题就是因为美国人 干尽所有的坏事 所以他们认为中国大陆 的所有跟科技有关的东西 也应该都有后门 这就是美国人干的事好 那现在太空军我觉得 它的危险在哪里 太空军它基本上来讲 是对于太空的人造卫星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甚至太空站都会构成威胁 那美国人嘴巴讲的是说 它会建立防导系统拦截 但是不可能 因为这个方面我有做了一些研究 基本上来讲太空军的组件 是为了摧毁卫星 所以我觉得如果 看起来是美国建立了 我相信中国大陆 也一定会建立摧毁 美国在太空上的 这些卫星跟数据的所有计划 我个人认为 两个国家要打太空战 中国大陆不见得会输 美国也不见得会赢 那现在已经开始在盯了 就认为说在太空上面 这个中国也是威胁 因为在2030年以前 美国的国际太空站收回以后 全世界只剩下唯一的太空站 而美国一直认为 中国的太空站 可以作为军事用途 即使中国有保证 我们的太空站 是符合联合国的规定 是做和平用途 可是美国一直认为 你根本就可以作为军事用途 好民意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